原来这些明星都是亲戚 陈鹤被问到成名是不是靠舅舅 你能够参演这个爱情公寓 是不是因为陈凯哥导演 这话怎么讲 陈凯哥是他的舅舅 是 难怪到哪儿都有人捧 陈鹤的舅舅舅舅 我爸爸的山东人 我妈妈上海 我爸爸是钢琴 我弟弟是作曲的 就是那个鼠鸭子 门前大墙下 是你家 对我弟弟写的 刘亦军在晚会上 公然摸小鲜肉的手 并摩擦了很久 一夜之间风平被害 结果网友一搜发现 人家是父子俩 娱乐圈冷知识又增加了 这三个人竟是亲戚 我是 林花的 姨父 真的 姨父的弟弟 我嫂子的奶奶是花姐的 外曾祖母是吗 蒙妹就是 杨志刚被质疑 靠裙带关系出名 网上的负面小题 就两个是台四版 一个是裙带关系 说我是靠哥哥 这个恶捧十多年才出来了 我现在要重重的回答 确实如此 为了捧红弟弟 导演郭静宇 十四年没换过男主 十四年十二部作品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 给哥哥拍一个戏 我说我把我的整个青春 都献给了哥哥的电视剧 我用我半个周年 成全了他灿烂的青春 韩红电话连线张艺莎 结果一开口 你一叫人家就知道 你是谁了 大傻子 我知道他了 张艺莎你好 对 天哪 真的是你 你的声音太好记 郭静飞和陆毅是连线 你家暴雷需要跟你解释吗 不解释 对啊 你家暴雷 我家暴力 暴力 我谢谢你 你别乱安好吧 你们还是同学 他们姐俩 对啊 对对对不起 两人谁更得丈母娘娘的喜爱 您跟那个陆毅是连线啊 对对对 那同样都是女婿 谁比较得丈母娘的喜爱 原来是她 现在是我 因为丈母娘跟我一块住 跟丈母娘一块住 反正还行 因为我掌握了话语权 然后这个对我房子是我的 对吧 对您叫娘一进来 妈房子是我的 张家辉公开承认 张学友是自己亲哥 有一天我就带他去医院 去验那个DNA 结果我们有三十多条人 是几个 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上映了 以前我不公开 我跟他的关系 是因为我不想靠我的哥 所以到现在 我拿奖了 我就公开 我跟他的关系 他是我的哥 亲哥 我是他的亲弟 刘佳玲竟是康康的干巴 见到他每次相处的都很快乐 因为我们好像上辈子见过的 突然流泪的你 我想看他的儿子 我的干儿子一起拍 我想 我想 却等不到你